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这款洗脸器啦 你看得到我的脸是很严重的痘痘性的 所以我现在是会用这款洗脸器 洗了我的脸差不多有三天的 它已经开始比之前好很多 可是因为还是有很多痘疤的样子 所以我们有办法怎样 所以我们首先就是把我们的脸洗干净 所以我现在放水 OK你看得到我的脸很多水分了 然后我们就拿一个 你可以买这种Deep Cleanser Mousse的 为什么要用Deep Cleanser Mousse 因为Mousse就是属于这种有bubble的 对啊有bubble的 所以你有bubble的话的话 哇sorry 眼睛眼睛水甜 有bubble的话就很容易洗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里面这样这样子 好像那个蓝绳这样割脸器这样 然后这支杯 OK 蛮多了 所以手上还有的话就全部都往你的脸塞 对啊 下来手试试 so 你把你的手抹干净了过后呢 你就可以用这一个东西 so 你可以把它的棉花这个弄视线 这里稍微放一点水 所以这里有水分了 然后你就可以按 你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然后你就这样子洗 对 这样子洗你的脸 so你这样子洗的时候叻 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小 小许的 嗯 vibration啦 就是说它在vibrate你的脸 它就是这样子vibrate 然后你可以 好像带有点按摩性的这样子 让你的脸 在做这个洗脸的部分 这一支东西叻 popping叻 只需要用一粒 AA的电池 就是说 是那种电池小粒的 倒是是用在你的remote control的 那一款电池 所以千万不要买错 买到AA的话叻 这样就浪费了一个电池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AAA的 这样 然后你就这样子洗 但洗脸的话 有一点skill啦 用一点这样 腿上去 腿上去 这样脸的脸皮 就不会这样容易脱咯 不是 容易脱 容易下垂的这种问题咯 这样我的脸最近啊 青春痘蛮多的啊 然后是因为 长期有一种黑头粉刺啊 鸡咬过后啊 然后又 遇见到细菌感染这样子 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子 在那边生青春痘 所以我用这个popping洗脸的话 其实蛮好的 因为它会让你的脸面干净咯 然后你就可以 更加的容易吸收这种东西 所以说你以后就不用再一只神痘痘的问题 就是今天的精神这样子 推上去 对 让我推上去 我家灯光不好耶 把我的镜子都抬得黑黑的 都没关系 你可以这样子推 听得到吗 声音吗 嗯 OK 你大概洗了差不多 一下子这样子过后 你就觉得哦 好干净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 嗯 把你的脸上的这些肥皂都洗掉啊 好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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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click这个button就是on 跟off 全部都是在这个button里面 OK 现在我洗完 你就把我的脸洗干净先 好干净 你可以看得到 它可以洗得非常的干净 对啦 就是这样子啦 好痛痛 它这个brush头呢 你只需要冲水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重复的使用 然后它也有防水的功能 就是说 普通我们的手啊 有水的话 都不会弄湿它的 都是说 呃 不会有问题啦 不过 最好啊 不建议你们把整支拿去洗这样子 只是最好是洗在 这个头这一个部分就好了 就是这个头这部分就好了 就是说其他这种身体的部分 我们竟然就不要动水咯 因为动水 有什么事情的话 没有包起来是很困难的 so 谢谢各位看我今天的视频 bye